第九十八章 生死由慣 一声雷鸣 黑色猛虎 硬帮方素素挡住了第三道天雷 而那对妖红色的妖眼斩了两下 跟着整个落入到方素素的体内 方素素尖叫一声 新发力直接将包在身上边那件骚髒衣 硬硬增脱开来 扶纹交织的铁链瞬间崩断 碧核二也向后边一往 眼看着就要落入黄泉之路 我腾空而起大喊一声 碧核二拉住那只黑姐 碧核二在狗死一生之際 一条红线飞了出来 吐了在那只黑姐上面 我用力一拉 碧核二亦都以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式 将个新一楼 在黄泉之路的上空画过 最终落回到坚实的地面上 她的右脚和左边肩头 都有着很大的创伤面 鲜血溅流 方素素得到妖眼相助 她一跳跳上院场 在屋顶上反复地横跳 避开了砍下来的正如十八道天雷 碧核二就通色不耳地说 帕安 鲜血溅 在鬼门关前边走了一转 而这个时候 避开了十九道天雷的方素素 就重新站在花园里面 右手一卷收起了黄泉之路 冷烈地对我说 嘿嘿嘿嘿 gebe 今天我не让你们所有人陪像 而这一切 全部都由你造成的 他双眼不停支持我 dependence 就爛了一大核 在哪契当中 能够看到她深如刻野的右眼 还带着一股多飞的霸道 我鼓足纯扬道力来与他对望 然后抽出一把占道对准自己的胸口 冷冷地望着他 方素素 如果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那你是否就捉蓝打水一场空 方素素的面色微微一变 冷坑了声 我才不信 你十八岁仔就这么不珍惜自己的名字 我也不跟他这么多废话 手微微一用力 道瞻就刺穿了我的皮肤 那些腺血立刻流了出来 你是否觉得我不敢 还有 别使用音器来控制我双手 方素素的实力比我强得多 再加上那只妖红眼正落在我的身上 我唯有用这个方法 才救到在场的所有人 你威胁我 他向前走了一步 我右手就再加多两前育筋 鲜血就瞬间染红了我的麻衣 好 你跟我停手 我可以放过你的朋友 甚至可以放过用天雷来砰我的鲁黑衣 但是 郭元勇就一定要死 不行 我跟他拜过天地 我是不会让他死的 孟安 你为了个快死的女人 这么伤我的心 你们两个本来就没缘分 只不过 是有人用他来暗算你 要夺走你的气魂 难道连这样 你都看不出吗 你贪恋美食 简直是是非不分啊 我饮得他闹 只手就丝毫没有放松下来的意图 现在 我这一条命 就是最好的筹码 而想要救下所有的人 也都唯有只能这样做了 方素素 我可以跟你走 但是你一定要发誓 不可以伤害在场任何人 方素素 激得整身都在打阵 依然很傲慢地说 你不用自要挟我 我可以再次强开黄泉之路 将他们全部松下进去 这一道 都轮到你和我讨价还价 我方素素 也是要面子的 今日 一定要有人 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和他的目光对视 上方 都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 我知道 我们大家都在拨大帽 方素素 已经被雷劈到焦了 如果只是带我离开 他会觉得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于是我说 你知足了 我盲岸 是大风水师盲作的孙 我束手就擒 乖乖地跟着你走 你已经够了 厉害了 方素素 迟疑了一会儿 好 我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亦都可以不杀他们 只但是 我有最后一个要求 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们就会在烂块面 来一个如死网破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安的风水秘术 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九十九章 游齐 我要你现在大声宣布 游左国元勇 方素素冷冷地说 这一条应该是他最后的底线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 那么较真 为什么这么不容得落国元勇 我轮转头望着眼屋来 只见 国元勇半挨住在椅子上 而肩膀上的灭灯 比刚才光了很多 张培锦望着我 眼神之中都充满了愧疚 无灵仪就面色发白 不停在这里咳 这一次 他们面对无穷无尽的阴气 虽然没有亲自上前撕杀 但是也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 我咬了咬牙 大声叫话 我可以宣布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 不会再伤害到他们 帮我收起所有的阴气 这句说话出 国元勇就发出了哭入声 而我的心 也都一下子碎了 方素素双手挥动 四围散步的阴气 很快这样 聚拢回到他的身体 我保证 我方素素 虽然是个没出过东江的小女子 但是我的说话 就向来都算数 我麻安 同国元勇命格相客 水火不容 天地无情 人间凄凉 两个可怜的人 难以共赴明天 我在此宣布 解除同国元勇的恩怨 从此一拍两散 生死无关 不再需要生同皮 死同怨 我把声 最初很小 到最后 思漸漸的一变大 我希望 那些家在 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诡计 痛痛到日不叩笑 从此 他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 郭元勇 好妻妇地靠着我 方素素看到这个情景 他又是变回 在小楼里面 那把软淋淋的温柔声线 他说 你早就应该是这样 观人 这里这么烂融融 根本都尋不起我们 我收回了把刀 张克姐 躲在身后边说 那就换个地方 你在外边等我 方素素 又嘻嘻声 笑了起床 好咯 既然你怕我反口不认人 那我就出去先咯 他轻轻一跳 跳到花圆外边 又补充了一句 记住呀 不要说那么久 不停 说一分钟就好了 我幻视了一眼中人 接着 走到白皮子面前说 白皮子 如果我死了的话 你们就违背了主人的命令 那啦啦啦 不叫你各位女高手过来救人 女高手就是 帮我挡着白皮子的那个冷漠女人 根据我判断 现在全过东江市能够救到我的人 也只有他了 虽然 落在方素素的手上 是狗死一生 但是 我还是想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 谁知道 只白皮子的头摇了两摇 硬着好鬼鼠地望着我 显得十分幸灾乐和 好了 不要这样 不就是差过了你个契家婆 那些少道行而已 你帮我一次 我是有命回来的说话 叫你契家婆 找个土峰多一次就行 只白皮子 敢施肯点点头 我又对张佩锦 和毛灵仪说 两位师姐 如果我真的不能回来 那就要你们想办法 带大师姐她离开放假了 好了 我走了 本来 我还想对国元祖说些什么 自大话到嘴边 就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们两个 可能永远 永远都没办法再在一起了 那说她分开 对我们两个而言都有好处 这一会儿 古甲道就终于忍不住 哇 这么一声 大声哭了起来 我开门 走出去 门口的对联 飘落到地上 写着 孟家大喜的横批 也都被方素素踩在脚下 方素素 见我出来 大声这么对我说 孟安 你果然顺手承诺一下 从此我们两个 就是夫妻来了 这一番说话 是说给那些 躲在一二角 泪茶探虚实的风水师听的 那接着来到哪里做什么 我冷冷地说 忽然 方素素的身一移动 极其突压地 这样出现在我身边 一股力量瞬间 就删片了我全身 我全身上下 即时受到禁锢 根本无法之动弹 她的声一变 变得十分温柔 就好像 乖巧的妻子 对着丈夫说话一样 那当然 是一起落黄泉啦 冠仁 你期不期待呢 听到这句说话 我全身即时起了鸡皮 但至得人害怕的 都还是我根本无法之动弹 连一丝唇扬动力都运转不起身 这种感觉 就好像当初 我进入了方家小楼一样 本集经已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一白账 回到方家 什么呀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起共赴王泉 我好镇定地说 其实是尽快想要方素素离开这里 方素素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依然很温声细气地说 官人你放心吧 答应得你的事 我又怎会反口呢 我只不过是 想大家看久一点 我们两个有多不幸福 好了 我们现在立刻走啊 方素素的右手一揮 起庆的嗲打声就凭胸响起了 那顶 环绕着诡异气息的红桥 几乎是瞬间就出现了在我们面前 走吧 我们上桥啊 方素素拉着我的肩膀上去 这顶桥 之前已经上过一次 倒是也没什么恐惧 我松容这样笑了声说 你绑到我这么紧 我怎么上去呀 松开我的脚先吧 方素素就喀喀声笑了起床 他手指一动 我整个人就好像扯线公仔一样 跟着他一起入到他顶桥里面 喀喀喀声吹得很宽快 而入到桥的那一刻 我隐隐地听到了郭元玉的哭入声 好快 唐桥帘放下来 我再到听不到外边的动静了 两个人坐在桥里面显得非常涌极 方素素将他的头浸在我肩膀上边 传来了一阵夹杂着他身体香味的丝绸 我只是觉得一会儿吐心 一会儿吐心不停地反着遗旋 官人 其实我知道的 你内心很不高兴 只但是你会明白的 你会明白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在这个世界上边 除了我之外 不会再有人这么爱你发的了 方素素小声声地说 如果不是我见过他极其残暴的一面 还不然我真的相信他是个痴情女子 相信他是个爱我的女子 只可惜 他说得越是心情 我就对他越是讨厌 为什么不开声回答我 难道你不想跟我说话了吗 他有点不开心 语气也开始有点埋怨 我好像甘雨那样 抹开口 但是说不出说话 只能够勉强地摇摇头 又眼睛睛地 看着顶桥右边的窗仔 他看着我这个款 忽然笑了起身 哎呀 最坏都是我啦 我都不记得了 你呀 是不能够吹动唇阳道力 去闻我身上哪一股嘴 会闻到你作呕作悶的 不过你放心 等过多一阵呢 官人就只会闻得到香味 不会再有丝臭嘴的了 听到这里 我甚至忍不住在吐槽 什么原来你自己都知道 你有一股抽搐的 他伸手将顶桥右边的窗帘拉开 一阵两凉的自然风就吹了入泥 我这样才稍微好小小小 又咳了一声 勉强说 咳 现在我肉脱砧板上 你还想我说些什么呢 哎呀 你又是在这里怪人家呢 反正 我们在人间的时间都不多了 你就不可以对人家好丁吗 方素素真是有情无限 但是我 就只会越来越觉得 这个女人噗噗 唯有令什么面子在呢 透过那个窗仔 我见到外边的警官 在眼前掠过 顶桥行进的速度很快 什么去黄泉之路 还要兜那么远的吗 方素素就笑了一笑话 不要急事 我们去趟放假先 这个时候 做什么要去放假 我不由得走起堂尾 难道 他想在放假 强开黄泉佬 但是我问了一句之后 他就没有再回答我了 我索性眉上双眼 尽量令自己冷静下来 来思考来到东江市的这几天 发生的各种事情 我想要从中找出 方素素会盯上我的原因 想了很久 始终都找不到最关键的信息 无法只搞清楚事情的缘由 或者 等到我在死之前 方素素就会告诉我 这样 就算真是死了 也都不会留下遗憾 这个时候 顶桥就停下来 我知道方家到了 我看大眼 透过窗帘 发现方家豪宅隔外这么直静 而在大门口就贴满了符笼 其中 最大的一张 有三米几成五米几这么长 是用上等的券布画成的 红色的珠沙 勾勒出太上运顿金仙符 看上去都挺是厉害 可惜啊 画符的人本是一般 赚了这些金上等的珠沙和券布 如果是邀请我二施者张佩锦来画 这个符符 至少可以提高五倍 本集经意播讲完毕 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 欢迎你收藏 点赞 以及留言 第101章 真正的幕后 方素素冷坑一声 哼 只是靠这些符子就想挡住我 天真 方千穿这个人真是犯贱啊 干嘛 你和方千穿到底有什么瓜葛啊 你来这里不是想杀了他吗 我有点好奇地问 方素素的口吻一边 又笑着地对我说 那如果官人是不想我杀人的说话 那我就不杀了 我又是一阵反胃 强忍着嘔心说 这些东西不关我事 其他人是要杀要寡 任得你处置 不过 你不能够害我的大师姐方满情 方素素的声忽然一变 你很喜欢那个方满情吗 我就没离好戏地说 好心你啦 他是我大师姐 我们两个之间是子弟之情 想了去哪呢 人总是很容易妒忌 就算是 全世了百年的方素素 一样逃脱不了 哦 那真的吗 其实我呢 都是想拿回 一些属于我的东西而已 这样东西我借了给方千穿几十年 都是时候还回给人家啦 方素素说完 方家豪渣的大门 就被他用一阵阴风吹开了 他吹动阴气 认罪承认 冲向了挂满在门口的符络 符络很快就烧了起身 烟尾一散 阴气就疯狂卷入 豪渣里面的灯全部关掉 众多家人和护院吸入了这些阴气 瞬间就倒地暈了 何方妖孽 敢来这里倒乱 太阅门的李正刚 托着个罗盘在那里大哀 在他的面前 摆放着一张八方桌 桌上有香炉 雷木 发灵 红色蜡烛 和一个半米高的丹炉 望起身 真是杀有其事都颇有杀伤力 但是这些沉上的物件只能够对付一些普通的行尸走用 但是若果用来对付方素素 那么就只能是自己拿来碎了 方素素拉着我走下轿 李正刚一眼看到我受制于方素素 当堂就面色大变 右手也控制不住地不断打阵 隔了很久 斯勉强逼出一句说话 孟大师 听说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为什么带新娘子来这里 你不是国家 放你的狗皮 和我叫方千川出来 如果不是 我就要你狗头 要你的狗腿落地 方素素冷冷地说 又小小声地和我说 官人今天跟着我 我就不会滥隔无辜的了 我对着李正刚就说 李师父 你最好按他要求做 你看我已经被他擒住了 这位顾奶奶 不是国家大小姐 李正刚听完 桔一声 即时就跪在地上 哭得整颗眼泪的说 姑奶奶原諒啊 我也是被方淺穿握的 她跟我說 只是一隻普通的邪靈 要來找她晦氣 方素素的右腳在地面上一蹲 李政剛那張桌子四隻腳 就齊齊齊斷了 而事前準備的角路法寶 一下子就全部掉落地 方淺穿 二十年前我送個女嬰過來 還贈送了一把你用來法家自負的財富 又教你去找盲座 你現在 是不是躲在這裡不敢見我啊 我心一鏡 方曼晴竟然是方素素送給方淺穿的女嬰 明明方淺穿跟我說過 方曼晴在黑虎寧園裡收回來的 不過 既然方曼晴是方素素送給她的 從側面證明了一點 方素素和黑虎寧園都有極大的關係 而且 方淺穿帶著方曼晴去找我爺爺孟座 那樣也是方素素教曉她的 我忽然產生了一種想法 在我爺爺孟座上到葬龍山之後 利用方曼晴把我引到東江的諸多陰謀詭計 幕後的黑手並不是蕭天盈 也不是那隻紅色妖狐 而是 站在我身邊的方素素 這個時候 李靖江已經嚇到面無人色 連忙跑回入屋大聲地喊 方老爺 我回水給你算了 這位姑奶奶 太得人驚了 方素素就無奈地摇摇摇摇 笑著說 官人 這個人這麼不耐嚇也有 他這麼搞笑 我又怎麼捨得打逼他的狗腳呢 但是我根本就笑不出來 還有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感 眼前的這個女子 實在太厲害了 你來找方千串到底有什麼目的啊 我只是想拿回屬於我的東西而已 方素素就依然在跟我打太極 那這件事 到底會是什麼來呢 本集 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不是 無法寄給你 你在這裡 你的風水秘術 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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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